我们人在世界上顺利的时候要懂得珍惜 逆境的时候要懂得把心要定下来 要懂得植福啊 大家知道植树就是把树种下去 等几年让它长大 我们心中的福也是这样 看别人为什么这个人有福气 那个人有福气 我就没福气呢 因为你没有去植福 所以台长需要你们植福 就是把自己福气植在心中 让它慢慢的长大 就像种树一样 你的福气就会越来越多 了解这个世界才能真正的懂得 它在人间的无常 所以成功的人 不管别人对你怎么样 你也要坚强的活着 你要学会用别人扔给你的石头 来为别人铺路架桥啊 因为学佛就是一切为了众生 永远不要在自己激动的时候 做任何决定 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 想一想我们的过去就是激动 所以才离婚 就是激动才把孩子推出去 就是激动才会损失了很多的钱财和感情 所以学会忍耐 学会懂得心的头上有一把刀 这把刀架在心中 一不忍耐 它就割伤你的心啊 所以学会忍辱 那是学博人的心态 这个世界全是无常的 所以忍一时之气 能够消一辈子的业障啊 铲除自己心中不良的习气 那就是贪 称 失 三毒 台长告诉你们 有三个等于 不贪的人等于 食到了 捡到了 平安 不恨的人 就是不称的人 他得到的是心安 不吃不鱼吃的人 他得到的是生安 所以 去除三毒 生心平安啊